欢迎回来 你知道台湾第一部国片是谁拍的吗 去年过世的导演张英 他拍摄了台湾第一部国片 阿里山风云 1950年代台语片风行的时候 他也拍了很多经典台语作品 他更在1957年拿下 第一届台语片影展的最佳导演 国家电影资料馆最近就举办了 他的回顾展 让我们重温他跟台语片的美好年代 复古的黑白画面搭配正统的台语发音 这是导演张英1962年的作品 《梅人皇帝》 1950年代台湾开始风行台语电影 到1981年已经产出了 一千多部台语电影 一部电影平均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 还举办了台语片影展 间接催生了之后的金马奖 而张英就是1957年首届台语片影展的最佳导演 国家电影资料馆特地挑选了十一部经典电影 回顾那个美好年代 我们就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台语片 以前的影片内容也好 或者历史知道的真的太少了 就想说把以前张英导演的编导的一些片子 特别拿出来写给放给大家看 张英是台湾第一代导演 一开始在大陆从世戏剧表演 抗战胜利后率领团队来到台湾 拍摄台湾的第一部国片 阿里山风云 第一主题曲就是现今当红的民谣高山青 而之后因为政治因素 张英留在台湾继续她的导演生涯 张英做法创新 1961年让演员穿上了布偶桩 演出大侠美花路 营造出奇幻的剧场效果 1975年则是监制了台湾第一部动画片 《风神榜》创下了台湾电影的重大历史 台湾资深演员白红跟张英长期合作 她说张英虽然想法创新 但几乎完全没有脾气 尽管台语片当时环境不好 但她还是跟演员一起创造出台湾的电影奇迹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布景 大部分都是举的是实景 然后都在新北投跟北投拍摄 我们可以说是客难台语片 客难的演员 这次国家电影资料馆特地联映当年的老电影 重现台湾的精彩时刻 感谢观看